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带你了解国语的最新动态 8月9日2024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名单出炉 因为是Super1000级别的赛事又是在本土举办 因此国语所有主力全部出战 不过女双从日本公开赛开始 就处于打算重组的状态陈清晨也将是目前为止 唯一一位缺席中国公开赛的奥运选手 本届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将在9月17日至22日 在江苏常州举行总奖金高达200万美金 以南丹为例冠军就将收获14万美金 对比其他三战Super1000级别赛事马来西亚公开赛 全英公开赛意尼公开赛均只有130万美金 因此显得常州举办的中国公开赛十分财大气挫 南丹国与五位选手出战是与其暂时世界排名第一 有机会以头号种子身份出战 南丹前32除了受伤的黄志勇日本选手长山甘泰 法国小将拉尼尔以外都将出席 雷兰西虽然排名第34但也幸运获得出战正赛的机会 宇丹国宇有六位选手出战正赛 陈宇飞此前表示 将在奥运会之后休息一段时间 所以会不会出战还是疑问 西班牙名将马林在奥运会半决赛受伤 因此也缺席了本战赛事 从新闻报道中马林的伤情来看 未来还会不会重返赛场很难说了 而奥运会前因腿伤长期缺战奥运会时 止步小组赛的戴字影依然在报名中 到时候会不会退赛也要打上问号 未来恐怕是安喜盈一同女单江湖的时代 南双国宇三队组合出战两尾坑 王场下一个目标应该是年终总决赛冠军 相信经历了奥运会的洗礼 心态上会有所进步 刘宇辰 欧选意已经连续几战比赛没有报名了 基本也宣告了职业生涯即将走向尾声 国宇还有一队组合谢浩南 曾维翰目前排在替补第三位 需要有三队组合退赛才有机会获得比赛机会 其他代表队方面奥运冠军李扬 王麒麟未来将拆对 李扬在个人社交平台中已经提及奥运结束后退役 王麒麟将会在中国公开赛 上搭档邱香杰出战男双比赛 宇双国宇四队组合报名刘胜书 谭宁的配对不变 陈清晨 贾亦凡继续拆对 但是和日本公开赛不同的是 陈清晨本次比赛没有报名贾亦凡搭档郑宇 而原本和贾亦凡临时搭档的李问妹将配对张书贤 宇双正赛有32个席位 但只报名了29队选手 国宇没有给年轻选手报上 只能说失策了 混双国宇五队组合出战正赛 雅思和冯黄也在其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本月20日进行的日本公开赛 雅思和冯黄两队组合已经双双退赛了 雅思是说过要休息一段时间 但是黄东平不是表示要 和冯彦哲战到明年世锦赛吗 有些不减 另外除了两队混双组合退赛以外 陈宇飞和和冰娇也退出了日本公开赛 抽签将在下周二进行 到时候还有没有意外的情况发生 不得而知 再说中国公开赛的混双报名单 郭新娃 陈方慧 陈星 张池是前一段时间 国宇内部适配 算是有取得过几战冠军的组合 看来要继续搭下去了 希望郭新娃能把握住机会吧 陈宇飞的退赛也让人联想到了 他在奥运结束后 在社媒宣布暂时告别他 为之奋斗多年的赛场的消息 当时消息一出 网友们纷纷表示震惊和惋惜 曾经那个在赛场上意气风发的 小钢炮为何突然做出如此决定 回顾陈宇飞的职业生涯 可谓是星光熠熠 他技术全面 打法凶狠 曾多次在国际大赛上斩获佳技 更是在东京奥运会上 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宝贵金牌 竞技体育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在最近结束的比赛中 陈宇飞的状态出现波动 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网友们纷纷猜测 试图寻找陈宇飞状态下滑的原因 有人认为陈宇飞正值当打之年 选择此时退出国家队 或许是另有隐情 也有人表示理解和支持 认为运动员也需要休息和调整 期待他能以更好的状态回归赛场 一时间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将陈宇飞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面对外界的种种猜测和议论 陈宇飞本人却始终保持沉默 只是在社交媒体上简短的 表达了对球迷和教练的感谢 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位曾经的与谭一姐 选择在此时离开 或许我们可以从陈宇飞过往的经历中 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自幼展现出过人天赋的陈宇飞 很早便进入省队 开始了专业训练 小小年纪便背井离乡 远离父母承受着同龄人 难以想象的压力 为了追逐梦想 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投入到训练和比赛中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灰汗如雨只为在赛场上绽放出 最耀眼的光芒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陈宇飞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他超乎常人的付出和坚持 看到他小小年纪就那么刻苦 真的让人心疼 一位曾经在省队训练的 年轻运动员回忆到 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 总是默默地努力 用行动证明自己 天道酬勤陈宇飞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天赋 逐渐在国内外赛场上展露头角 2017年19岁的陈宇飞 首次参加世界雨连超级系列赛 便一举夺得总决赛 女单冠军震惊世界雨谈 此后陈宇飞的职业生涯 一路高歌猛进 不断刷新着自己的记录 也为中国羽毛球队赢得了无数荣誉 2020年东京奥运会 陈宇飞顶住巨大压力 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实现了自己的奥运冠军梦 那一刻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那是喜悦的泪水 也是多年来 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 终于圆梦了 陈宇飞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道 这枚金牌不仅属于我个人 更属于所有支持中国羽毛球的人 奥运冠军的光环 并没有让陈宇飞停下前进的脚步 他甚至想要在竞争激烈的雨谈保持领先 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而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进入巴黎奥运周期后 陈宇飞的状态出现起伏 在几战重要比赛中 都未能站上最高领奖台 面对外界的质疑声 陈宇飞选择了沉默 他默默地回到训练场 用更加刻苦的训练来回应质疑 命运的捉弄远不止于此 在一次训练中 陈宇飞意外受伤 这次伤病对他的竞技状态 造成了很大影响 伤病是运动员最大的敌人 一位资深体育评论员表示 尤其是对于像陈宇飞 这样技术全面打法 依靠速度和爆发力的运动员来说 伤病的影响更为严重 尽管陈宇飞积极配合治疗 并努力进行康复训练 但伤病的影响依然挥之不去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压力 陈宇飞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煎熬 而就在这时奥运会预选赛开始了 对于陈宇飞来说 这不仅是一场关乎荣誉的比赛 更是一场证明自己的战斗 他渴望用胜利来回击质疑 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依然是 那个无所不能的与谈一解 现实却无比残酷 在预选赛中 陈宇飞的状态依然没有恢复到最佳 最终遗憾无缘未免奥运冠军 没关系你还年轻还有机会 教练安慰道 对于陈宇飞来说 这次失利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 都已经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了 经过深思熟虑后 陈宇飞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暂时退出国家队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陈宇飞在宣布退役时说道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太可惜了他还这么年轻 希望他能好好休息早日康复 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对陈宇飞的理解和祝福 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是不是因为怕输所以才选择退役 是不是因为在国家队待不下去了 面对这些质疑陈宇飞选择了沉默 他知道无论自己做什么 都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他只想安静地离开 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 也给中国羽毛球队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会永远记住这段难忘的经历 也会永远支持中国羽毛球队 陈宇飞在告别信中写道 陈宇飞的故事或许只是一个缩影 因为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 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样的悲欢离合 但每一位为国争光的运动员 都值得我们的尊敬与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